同学们大家好 听我继续来讲党史 今天我们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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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遭受灭烈之灾 同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遵义会议以后 毛泽东在党中央有了发言权 他主张实事求是 既不为共产国际的指示 侍从 也不盲目遵循书本中的条条框框 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革命事业又呈现出新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证明 什么时候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得好 革命就胜利发展 什么时候 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 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把别国经验神圣化 革命事业就遭受挫折 也就是说 任何时候都要走自己的路 发展自己的理论 盲目照抄 照搬 是不可能成功的 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欧洲 认为未来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 而旧中国的情况则与之不同 在这样的情况下 香的马克思主义和活的马克思主义 而把那种顾不自封 照搬照抄的马克思主义 比作臭的马克思主义和死的马克思主义 他强调 只有香的马克思主义和活的马克思主义 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